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追怀毛泽东突然之间落马了 中国华融董事长赖小民被审查 其次要跟大家谈谈是这个 加一个就是这个美国有一架飞机 西南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搬机 迫降引擎出了问题 我们这个随时更新 我们在我们节目开录之前 一些最近的发展 然后呢要跟大家谈谈是 美国凭什么说叙利亚的航空导弹 根本是漫天乱涉 最后呢跟大家谈谈 俄罗斯又是有一位记者离其死亡 俄罗斯记者这样的 莫名其妙的死亡率 在全欧洲是第一位 是一个真不光彩的第一名 好的先来看看赖小民 跟大家读一段 中国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今晚发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赖小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个是中国这个金融界的 那个响当当的人物 是这个跺一跺脚 南北两岸为之震撼的人物 突然之间落马了 因为呢 中国华融资产公司 是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它的前身成立于1999年 11月11号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在这个2015年10月在香港上市 那么最新呢 是2017年的业绩 它的总资产是人民币一兆八千亿 好了 现在讲说这个在3月22号 中国华融在香港举行业绩发布 当时赖小民还出席了 还讲话了 说回归A股上市 是华融2018年的既定目标 那么这个根据官方的消息 赖小民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2012年的时候出任现职 那现在已经是有这个五年半的时间了 赖小民曾经担任北京银监局局长 党委书记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主任 首席新闻发言人 目前还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好了这个是这个官方发布的讯息 说他是这个 你看刚才讲是严重违纪违法 那么究竟是怎么个严重法子 那具体的是哪几条 官方当然现在都不会讲 我们可以预期的到的 那就是过不久呢 他就会公开认罪 承认他在庄严的法律审判面前 他知道自己是咎由自取 是罪有应得 他会这个真诚的认罪毁罪 这都是一套固定的剧本了 好了我们也不要多做推测 那么现在就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刚才开头跟大家讲 他在最近呢 还是对这个习主席 表示自己赤胆忠心的拥戴 还是还讲了一番话 还缅怀毛主席 这都是这个最近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 这个跟大家整理整理一番 就是他这个赖小民 最近一次公开亮相是12号 也就是这个五天六天之前呢 他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 并且公开演讲 那么此外呢 再往前三天 4月9号 他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 接受人民网采访 谈这个金融机构 特别是资产管理公司 应该如何发挥安全网 和稳定器的作用 这个时候他自己可能格外希望 有一个安全网 好了这个待会儿就跟大家谈谈 他谈这个几个挑战中间 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情 我们就后面再跟大家讲 那么这个倒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段话 就是在这个再往前推两个多月的时候 在北京展览馆有一个北京金博会 金融博览会 当时呢 这个赖小民出席 而且有一篇这个很长的演讲 这个演讲中间有非常多的具体数字 里边还提到了一段话说 银监会是赌鞋门 我们是开正道 如何要开正道呢 就是要加大创新 加大稳健 这个在这篇演讲中间 让我们呢 对于赖小民这个人 以及他所从事的工作 以及他这些年来 在工作上的具体表现 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理解 他说他参加工作33年了 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街 他说呢 是这个在人民银行工作20年 在银监会工作6年 然后呢 到中国华融任职 也已经将近9年了 30多年来 转来转去 都是在这个金融界 或者这个金融界里边转 他说呢 他亲身见证了中国金融的发展 好了 他接下来就讲到 一个主题 两个观点 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 来指导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把这句话一口气念完 还真不容易啊 不晓得他当时演讲的时候 是怎么个分段的法子 那么他说 这个就是这个 中国金融事业发展的一个主题 就是在习近平思想的领导之下 然后呢 他说两个观点 这个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第二个呢 就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他说中国进入个新时代 为什么进入新时代呢 那就是新时代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就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也是最重要的发展成果 更是我们未来指导中国 一贯之的重大的指导思想 这个新成果 会使我们中国发展的更好 你看吧 习近平的思想 习近平的领导 在赖行之中看来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思想 他不只是这个对习主席啊 倍加推崇 同时他也怀念毛主席讲的话 他说五零年代 毛泽东主席有一句话 说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毛主席老人家 这个豪言壮语 我们呢 很长的时间没有实现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 因为这个中国的力量 已经引发世界发展 成为一个重要的引擎 和重要的力量 下面这一段话 只有中国共产党 有这种胆量和智慧 解决人民福祉问题 这是新思想带来新真诚 这是一个新真诚 长征的证 这是最大的一个新趋势 好了 这个表达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理念 那么接下来就讲到华融的 这个这九年呢 在他领导之下的这个业绩 他说呢 这九年当中啊 华融是属于高速增长 这个常常啊 都是增长这个比率 比前一年多要增长 这个百分之百以上 再举个例子来讲 说这个09比08增长了 百分之一百零三 2010比2009增长了 百分之一百四十七 接下来呢 就是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六 百分之一百四十等等 都是这个百分之一百 增长一倍以上的增长 后来呢 这个增长的幅度稍微降低 那是因为这个基数很大 而且是进入到一个 这个中国所谓的常态发展 但即使如此啊 他这个利润呢 像2013年还是比前一年增长了 百分之七十三 然后呢 他说他接手中国华融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中国华融总利润是 三点四个亿 这是人民币啊 去年呢 两百三十一 从三十 从三点四增加到两百三十一 所以呢 这个还八年前的这个总资产是三百多亿 到了这个去年的这个总值资产是一万 这个六千亿 三百变成一万六 所以成长的幅度啊 这个是不得了的数字 然后呢 他说啊 天地良心 这八年多 华融赚了十一个华融资本额 国家当时没有增加资本金 我们全是靠资本运作 全是靠利润来赚钱 真正实现了国有资产 最大幅度保值增值 那么这个他讲了这个他领导之下 这个华融的成果 然后呢 他接下来又谈到对习主席的这个推崇啊 总书记在全国金融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呢 这个我们呢 现在是这个要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博大精深 在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这个改革成为新常态 经济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 人类共建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等等 这都是习总书记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 这个对于啊 这个国家领导人 对于党的最高领导人 这样这个推崇啊 让我们呢 不得不提一下 刚才讲了 他最近一次公开讲话的时候 提到了这个中国金融事业 这个一带一路之间的这个结合 面临到一些挑战 比方说文化之间的差异 中国要往外面发展 其他国家这个文化风俗习惯 可能是不一样的 他还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是法律的挑战 他说呢 这个有些国家法治建设是不够完善的 有些国家法律对于权力义务 对于此方比方的划分是不够严谨的 他是讲一带一路 所以呢 他说这个真正你要和其他国家 能够充分有效的合作 要彼此这个共存共荣 要一个互利互惠 那么这种 这个能够均衡的协调的法律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五天前他的演讲 谈一带一路 谈中国和外国 现在他自己啊 这个面对的这种 所谓严重危机 那么相信这个时候 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网啊 对于这个法律的法治的建设 恐怕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我们常常在这个节目当中啊 这个也看到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在这个推特啊 在其他的这个方式表达的时候 也都谈到了 就是说谈这个制度好或不好 不能去问那个在这个制度当中的 既得利益的享有者 而要谈到在这个体制之下 遭到剥夺的人 或者说要谈真正可以冷眼旁观 不受这个制度的或好或坏的影响 他们来如何看待这样的制度 才能够真正的体现出这个制度 究竟对他的这个社会 他的这个福祉还是一种伤害 那么这个在高高在上的时候 对于这个体制 他当然不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呢 他知道也不能讲 当然通常不会有什么负面的批评 因为他从这个体制当中 得到了大量的好处啊 你如果问习近平 这个国家主席任期 应不应该加以限制 他当然说不应该 所以呢 现在就修宪了 可是他现在就这个说法 从日本这方面吧 传来的消息 就是说他这个 是大家对这个 他修宪的这个误解了 他的目的啊 这个是如何如何 总之就是 享受到这个制度 带来了好处的人 或者是说享受到这种独占体制 他的这个周边的人 所谓抬轿子的人 想有好处的这些人 你问他要不要有所改变 他当然希望变得 让他得到的好处越大越好 人呢 都是有种去疾避凶的 唯有当他面临到的 哎呀 因为这个体制带给他一些伤害的时候 哎呀 他能够充分的体会到 原来啊 那些事情可能都是过眼云烟 为什么我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没有想到 这个职位 或者这个工作 或者这个体制 可能对别人带来伤害呢 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引用 美国顾总统林肯先生的话 就是说 林肯说 我不愿意做奴隶 所以我不愿意做主人 谁都不想做奴隶 那么如果你今天做主人 那就是有别人做奴隶 你不想做奴隶 为什么要让别人做奴隶呢 所以谁都不该做奴隶 也就谁都不该做所谓的主人 就是这个成为一个奴隶主 是这个最最不应该的事情 同样的道理 就是如何让这个体制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 如何让受到这个体制伤害的人 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请求救济的管道 能够有一个正常发疏自己不平的管道 今天受到了欺负 要让那个欺负别人的人遭到制裁 这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 今天有国家他用化学武器对付自己的百姓 是用一个这个最残酷的手段 对付自己的民民 是用一个国际法 说禁止使用已经是100年的这样的武器 来对付自己的同胞 国际间对他加以制裁 如果还有国家说 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对不起 如果你自己的同胞 自己的到那个地方做生意也好 到那个地方同事于公益活动也好 或者是在那边路过的 或者是观光客 因此也遭到毒气侵袭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是用这一句话来这个掩饰自己 在国际事务上的无法作为 或者是不愿意作为 或者是有说不出的理由不能作为 这就是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赖小民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 我们希望每一个案件都能够符合法制的精神 我们希望每一个面对法律诉讼的人都能够得到律师 真正的律师有效的能够为他辩护 我们希望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所谓这个认罪悔罪 或者录制认罪视频 当然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法律上享有他必然的尊严 或者是说在和国家机器对抗的时候 法律不是站在任何一边 而是一个公平的对待 所谓这个法律女神 她是蒙着眼罩的 她是不看谁是谁 她只看是与非 我们希望赖小民这个案子 她现在接下来 希望她和她的家人都能够平静 也都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审理 公正的审理 然后最好也能够是公开的审理 让清白的人能够得还他的领域 同时让犯法的人能够遭到应有的制裁 好了 这个有关于华荣董事长赖小民的这个案子 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 好了 接下来呢 这个要说是谈这个俄罗斯的这位记者 这位记者叫鲍罗廷 他的这个姓叫Boradin 他的名字叫Maxim 这位这个鲍先生 大家对鲍罗廷这个名字很熟悉 因为呢当年的这个共产国际 派驻在中国的代表 就是鲍罗廷在1923年到这个北伐的时候 到1927年 他这个不但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 同时呢 他也是后来成为这个苏联政府 驻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是南北分裂 北边有北洋政府 南边有这个革命军的是这个广州的政府 这个蒋中正北伐就是从这个广州逝世的 那么这个孙中山那个时候也是在广州 筹筑过军政府 筹筑过这个非常 担任过非常大总统 那么这个鲍罗廷呢 那个时候也成为 这个苏联政府 驻在这个中国广州政府的政府代表 那么在这个第一次国共合作 在孙中山和这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鲍罗廷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这是从这个俄罗斯这个记者啊 想到他这个名字叫鲍罗廷 当然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中间 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也都已经是隔了将近100年了 鲍罗廷这位记者啊 他这个被人发现 从他在五楼的住所 在外面的阳台掉到地上 五楼摔下来 这个是很难有挽救的机会 附近的这个路人呢 把他送到医院 就不知死亡 好了 这个马上大家就开始怀疑 究竟怎么回事 因为俄罗斯的记者的死亡率啊 是高得惊人 在纽约有一个保护记者委员会啊 这个委员会啊 他有一个统计数字 说是199几年以来啊 俄罗斯有38位记者离起死亡 那么这个欧盟啊 他有一个统计数字 所有欧洲国家从1990年 也就是在这个铁幕啊 这个开放了啊 这个共产政权瓦解之后 到现在28年来 欧洲的记者 还有其他的这个新闻工作者啊 包含这个媒体的编辑啊 制作人等等 20多年来 整个欧洲的新闻从业人员 一共有346个人啊 不幸这个遭到各种意外身亡 这346个人当中 超过100个人是死在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而死 俄罗斯啊 残害记者 也是这个在历史上有名的 就不讲别的 俄罗斯把这个人家都已经不干了 把人家这个间谍 连母父亲带女儿的一起都要毒杀嘛 这个俄罗斯做这些事情 是心狠手的 绝不手软的 当然世界上干这种事情 也不止俄罗斯 我没讲是中国 我讲到这个当年 在毒枭最为猖獗的时候啊 哥伦比亚南美的这个国家 他们就是安排 说这个请记者说 你喜欢采访这个有关于这个毒枭的新闻 走带你去 到一个深 偏远的地区 实地去勘察 那记者就跟着一起上了飞机了 飞机飞到半路上 机门打开 把这个记者就丢下去了 那么在这个 这种这个 各样的利益的纠葛中间呢 记者有责任 去把这些可能性 把这些这个事情的真貌 尽最大的可能把它挖掘出来 结果呢 就可能成为或者毒枭 或者是贪官 或者是奸商 他们眼里啊 必须去之而后快的 这么一个这个目标 那么这个说 这个报记者啊 他说在这个前一天呢 他打电话 就是他 掉到这个阳台 掉到马路上 在前一天 他打电话给个朋友 说他看到 他那附近呢 有这个穿着军服 穿着这个制服的人 还带着武器的人 不晓得 还带着面罩 不晓得那些人干什么 后来呢 他又这个告诉朋友说 可能他们是在这个地方 从事于训练吧 不管怎么样 都增加了这个事情的 让人家这个怀疑的内容 俄罗斯的警方说啊 没有发现什么异状 说这个房门是锁的 别人这个 也没有这个室内打斗 等等迹象 所以研判 他应该是自杀死的 可是呢 他这个朋友 他的同事说 不久之前 还在跟大家谈 他有这样的计划 有那样的想法 还有人生 还是充满着希望 说突然之间 他就自杀了 实在是让大家觉得 太费解了 后来呢 这个不是后来 从开始就知道 这个记者啊 是一个所谓的调查报道记者 就他不是这个每天 去这个跑今天 这个某人讲的话 今天哪里发生什么事 而是这个长时间的 去这个深入的报道 当然你要花很多时间追查 你要布线 要多方读很多的材料 要问很多人 然后把这个故事 整个拼起来 成为一个这个完整的面貌 这种调查记者是很了不起的 功夫要下得很深的 而且常常要忍受很长久的寂寞 然后别人说 你最近都在干嘛 怎么一点成效都没有 焦点成果出来吧 你还得忍受别人可能对你的误解 然后呢 最后发现 这个新闻可能追不下去了 当然也可能会得到一些 很好的这个回报 成果展现出来 但是未必都能够有这个具体的效果 不管怎么样 所以这个记者 他就是报道很多这种可疑的事情 比方说他最近报道 说俄罗斯有佣兵拿钱 在叙利亚那边帮忙打仗 还有呢 他报道这个俄罗斯的这种贪腐案件 报道的非常深入 大家可以了解 你做的这些事情 恐怕那个当局不一定喜欢 这也是让大家就怀疑 是不是他就因此而遭到不测 你说这个警方讲 他房门是锁的 室内没有打透迹象 所以呢 不一定 他不会像是被外人所杀 这个我们的朋友 大概都可以了解 这种说法 恐怕也太肤浅了一点吧 好了 这个 讲这个 谈一个这个航空公司 因为是美国西南航空 Southwest 是美国成长最迅速的航空公司之一 这一家这个波音737 从纽约的拉瓜地亚 起飞 要到达拉斯 结果呢 发生这个状况 这个飞机呢 就降落在 这个 费城机场 所以从纽约起飞 没有多久的时间 那么根据这个 飞机上人的这个描述啊 说 他们这个飞行 可能大概是在 三万英尺左右的时候 突然的听到一个 很响的一个 砰的声音 是这个飞机的这个 左边的引擎啊 出了状况 好像有东西脱落 然后打 撞子在这个飞机上面 他说这个 马上这个 氧气面罩就落下来 然后呢 机长呢 就告诉大家说 现在可能必须要迫降 这个也比较有经验的 一位这个乘客说 飞机在很短的时间 从三万英尺 降到了两万五千英尺 然后驾驶员这个 非常出色的 把飞机稳下来了 然后这个降落在飞城 然后刚才看到最新的消息 FAA 美国的联邦航空总署 说这个好了 那个飞城机场已经开放了 可以重新起降 那么这个说呢 按照乘客的讲法 说当时有一位这个乘客 差一点呢 就就给这个 拉到了飞机外边 是不是这个飞机有这个破损 别的乘客帮忙 把他给拽回来的 然后说这个飞机落地之后 救护车来了 把一位受伤的乘客给接走了 那么希望他能够这个平安无事 那么这个737的引擎 是非常稳 这个怎么讲 非常稳固可靠的 那么究竟是引擎发生怎么回事 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这个 昨天呢 我们还在讲 讲了一个这个飞行员的 这个电影的故事 没想到今天呢 发生了 真的就有这个飞机的意外 那么到现在看起来 我们至少这个 在我们这个 在跟大家来录制节目的时候 还不晓得发生意外的 这个确切的原因是什么 这种调查 常常要花一些时间的 总之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平安无事 受伤的能够早日常遇出院 大家都能够旅途平安 一帆风顺 好了 这个是这个西南航空公司的 这一意外事故 我们还要 有后续的发展我们还会继续提供给大家 那么这个接下来呢 就要跟大家谈谈说 美国凭什么说 叙利亚的航空飞弹是漫天乱射 大家知道在从上个周末 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发射的这个 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设施之后 叙利亚那边的这个说法 还有俄罗斯那边的说法 因为这个俄罗斯在叙利亚那个地方帮叙利亚 布建了很多防空设施 这个这两个国家都是讲说这个挡住了很多枚的 大部分的英美法的巡航导弹 英美法这边说发射了这个105枚 然后呢这个叙利亚那边讲说 他们得到的讯息一共是发射了112枚 但是呢说这个其中的这个将近7成都被叙利亚的防空飞弹给拦下来了 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啊 这个巡航导弹你能够把它拦下来 而且是这个将近7成的这种拦截率是非常不得了的 川普总统呢说哪有这回事 然后美国军方也讲 我们每一枚都击中了目标 就是说没有一枚遭到拦截 哎呀这个差距太大了 一边说拦下了你的七百分之将近七十 百分之七十 另外一边说这个拦截率是零 从七十到零 这个差距何止天壤之别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这个照片呢要花一点功夫来看 这个也辛苦了我们的导播和观众朋友你的眼力 这个先看一个照片呢 是空中画出的火光 这个火光啊 这个大家看 它是从地面往天上飞的 所以它是叙利亚的防空飞弹 它防空导弹 因为这个巡航导弹呢 它的高度是非常低的 在这个我们这画面上啊 有两张照片 一张是由这个两树的火光 一张是有一树的火光 地面上的景物大致相仿的 所以这是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 那不管两枚或者是一枚 它都是从地面发射的防空武器 防空导弹 大家知道这个要阻挡巡航导弹 绝对不是靠防空导弹 这样的非法子 因为巡航导弹的这个高度非常低的 它是建山就爬山 它就高度就升高了 建水就建了平地 它的高度就降低了 就是尽可能躲避你的雷达侦察 所以呢这个防空导弹 从地面往天空要打 打巡航导弹 这基本上是一个错误假设 然后呢我们跟大家看几张照片的 这都是这个美国军方公布的 这个照片的 卫星照片 或者是用侦察机拍摄的 因为它没有标明高度 所以我们不敢确定 不管是怎么样的高度 大致上都看得很清楚 一个是在这个轰炸之前 一个是在轰炸之后 这是军事上作业的这个基本程序 在过去 包含二次大战的时候也是这样 在轰炸目标之前 我先要去侦察 这些空照图 回来给我参考 这个飞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到哪里去 怎么个飞法子 能够执行最大的轰炸效果 轰炸完了之后呢 不能马上去拍 马上去拍不容易 因为可能有这个浓烟密布 地面的目标物 不一定看得清楚 过一段时间 然后再来拍摄 然后可以来跟轰炸之前的照片 轰炸图来对比 就可以知道大致的轰炸成果 这有几张照片 因为呢 这个美国当时讲了 它轰炸的目标有三种 一个呢 就是你的这个 这个化学武器的这个使用 我等于是基地 或者你的这个碉堡 第二个呢 是它的这个储藏的地方 第三个是它的研发的地方 这三个地方 美英发的这个 这个巡航导弹都要打 这个先看两张照片呢 这两张照片呢 一个是 呃 这同一个地方 就是它这个 而且这称之为基地吧 因为化学武器 它所需要这个基地 是比较简单的 呃 这个美国人说 它是一个这个 这个bunker 就等于是一个 堡垒 那一样 第一张呢 是你看这个 它就是在发 在这个遭到轰炸之前 非常清楚的 然后呢 第二张呢 就是这个轰炸之后 还仍然有在 有烟雾 还在上火徘徊 那么这张照片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它的这个 使用化武 或者说这个化武的 这个基地 是遭到了 这个精准的攻击 再看两张对比照片呢 就是它的这个 储藏设施 它等于是一个 这个军火库啊 这个 化学武器的 这个储藏 那当然是 比一般的 这个军火储藏 还需要更精密的设备 那么这个化学武器 的储藏库 一个是轰炸前的照片 一个是轰炸后的照片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很明显的 是这个精准打击 发挥了空效 那么最后来看 这个两张照片呢 就是一个是 这两张照片 是同一个地方 是这个 它的研发中心 这研发中心的防射 就很多了 在这个研发中心的 轰炸前跟轰炸后 这个 它具体的损坏 不是那么容易 看得出来的 但是很明显的 都是炸到了 所以呢 这是美国军方 它这个公开表达的 说美国 每一枚的巡航导弹 都按照预定计划 打中了目标 而且呢 这个美国的 这个军方说法是 在美国是 两分钟之内 这个 所有的武器 通通就 击中了目标 也就是说 它也许从这里发射 也许从那里发射 不管是远近 但是呢 最后到达的时间 是让你 叙利亚措手不及 所以说这个 按照美方的说法 他们得到的讯息是 轰炸美军的这个 所有的目标 都击中之后 然后 叙利亚开始 发射防空导弹 然后我们看到 刚才那些照片 然后这个 就变成所谓的 蛮弓烂射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你自己的武器 朝天空打 它不是就飞到云层里 就此消失 它会落下来 才是落在你原来的地上 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 英国 法国也是 它是有针对性的 在理论上 它是要打这个军事目标 不会伤及平民百姓的 但你防空飞弹 打到天上去 落下来的时候 落到哪儿就不知道了 所以呢 这个美国呢 倒是讲说 美国没有一个 这个巡航导弹 遭到拦截 倒是很担心 叙利亚自己的防空飞弹 它落下来 这个射击不中 落下来之后 可能给叙利亚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们也只能祝愿呢 这个因为美英法的攻击 能够让叙利亚的阿萨特政权 就此不要再用核子武器 这个化学武器 对付自己的统胞 也希望啊 不管是经由联合国 不管是经由这个其他的国家 从中仲裁 从中这个协商 总之呢 希望叙利亚能够早日 获得和平 内战早日结束 好的 今天华盛顿看天下 就为您请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